2月4日晚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 开幕式直播过程中 张家口山地新闻中心志愿者 和来自各国的媒体记者们 也守在电视机前观看 他们会如何评价这场开幕式 开幕式的哪个瞬间 让他们印象最深呢 的话满分一百分我打九十九分 我会打一百二十分 可以打满分 我觉得也是满分吧 非常好 每个表演都非常好 火热是特别的 完美的 我的表演是参与吧 一个是升国旗的时候 就是大家非常触摸 然后之后全场全体在场的中国人 都是跟着唱起列 我觉得感动 从一开始那个广伤舞到最后 那个火炬燃烧那个雪花 整个感觉都非常激情 而且好多点都特别想哭 浪漫 它是二十四叠屁 第二十四届运动会 然后这开幕式是在二零点零四分开始 然后包括中国队是在九点二十四分入场 这张阴谋实在是太懂中国人的浪漫了 超乎想象 我说实话 坦白讲 我觉得是最后点火一事 就是用最后我们两个新疆和汉族的运动员来进行点火 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有很多国家入场的这个方式都挺有意思的 有一些它的民族的服装 还有一些它们滑雪的运动服非常地漂亮 可能是美鼠串萌摩亚 就是那个岛国虽然就是没有几位的运动员 但是它的那个起手就是穿这个民族服饰 然后赤裸一趟身 我觉得在这种冰天雪季里面真的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还是对中国队的印象比较深刻 对就大家 因为我看其他国家都是穿着一种绒服 穿着特别厚实 然后中国就是穿这种大衣 好玩的那应该是上热搜的那个 拨黑那个国家的入场 因为他们的起手还对着摄像头wink了一下 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个是冰雪舞环 一顺的倒计时 还有最后火炬点燃的那一刻 最后点燃烛火炬的环节 那个大雪花里面是有很多国家的那个名字组成的 真正感觉到了我们这一届冬奥会的包容它的开放 但当人们去到地上 后来就看到了一张照片 然后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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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印象是传递国旗的这样一个环节 是用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人 包括我们的飞用者 包括我们的军人 这些英模这些 然后我觉得传递的是我们一种的爱国的热情 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觉得是那个小孩子的短片 就是那个VCR 就从刚开始孩子们在滑雪 他们都跌倒了 然后朋友小狗狗或者是互相帮扶的 就正好印了我们那个三亿人上冰雪的这个号召 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好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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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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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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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